歡迎你 次世代遊戲主機的爭霸戰 當PS4遇上了微軟XBOX ONE 到底誰勝出呢 但首先我們來看這則報導 這是說什麼 PS4才剛剛推出 在短短一天之內大賣了100萬台 怎麼會這麼熱銷 馬上來看我們的報導 台腳射門經典足球遊戲FIFA登上PS4 而主角勢如破竹的射門 就像主機PS4銷售量一樣 上週五開賣 短短24小時之內大賣100萬台 創下PS家族有史以來最佳記錄 賣點在哪 達人跟你說 PS4它可以支援到4K的畫質 它的搖桿跟以前的搖桿是大大不同的 它的搖桿它可以內接麥克風 然後耳機 然後還有一些觸控板的功能 不只有功能強大的搖桿 Sony還計畫打造秘密武器 把眼球追蹤技術整合進PS4 只要眼鏡一動 裝置一旦感應到 就可以開始切水果 而PS4大賣也帶動台股相關供應鏈 19號新巨科大漲3.44% 紅海也小漲0.26% 博法人估計身為主要組裝廠的紅海遊戲機 將成為第四季主要音韻動能 包括這個組裝廠的紅海 以及這個連接器的震威 還有這個所謂的一個其他的像軍熱片的一個 這個建設 不過另一個遊戲機天王XBOX 新廣告不但請來足球明星 還找來殭屍歡迎玩家加入 新主機XBOX ONE 預計本週五也就是11月22號在北美上市 兩槍搶勢勢必掀起新一波遊戲主機大戰 3D新聞林峰海中 台北報導 好 遊戲主機大戰真的要開打了 不過剛剛看到PS4為什麼這麼受歡迎呢 阿達哥 究竟PS4有什麼樣的魅力 它的賣點在哪裡 因為PS4它發表說我剛好有被邀請去 所以我個人是覺得PS4它賣點真的很多 第一個 它價格超便宜 它大概是有史以來 就是PS主機上市最便宜的 它不到一萬三 不到一萬三 而且它你去排隊的話 它還多送自搖桿 對 它有多一年保固 它非常的有誠意 而且說PS系列他們從以前以來 它就是玩那個線上網路遊戲 是不收錢的 對 所以免收費也是它最大的賣點 就是它網路遊戲是不收錢 那像Xbox就是你要繳月費 對 比較麻煩 然後接下來就是它規格又比較高 如果看過那個Xbox跟PS4的那個 兩個規格比較的話 是PS4規格比較高 Xbox比較弱 真的喔 而且它價格還賣比較便宜 然後再加上說 所以它高規然後又低價 對 然後這次我比較看好是PS4 因為第一個 那個Xbox One 它好像那個要等到明年年中或年尾 亞洲這邊才會上市 對 現在在北美賣啦 今天啊今天就上市 對 但是你要知道現在 世界上哪個地方最有錢 是亞洲 喔 對 那結果你亞洲不賣 你跑去那個現在經濟最差的 那幾個國家開賣 那不好意思 人家有復甦一點了啦 搞不好這個消費力也滿這個驚人的 好 剛剛這個阿達哥說到了 其實這個PS4很多的魅力 很多的賣點喔 其中有一個 跟遊戲應該是滿有關係的 Tommy哥我們出來講一下好了 究竟PS4它有哪一些經典的遊戲呢 才會讓這個 可能這個遊戲迷真的是好難忘喔 它不管出什麼我都一定要跟它出 其實我個人也是PS的宗旨玩 你也是就對了 這個資生三國無雙 如果沒做的話 現在已經是第六代 現在還玩到第七代 我從第一代就開始玩了 這有什麼特別的 它第一個就是說 它是一個三國 我們的三國制的故事裡面的主角 做的一個打鬥的遊戲 那你可以從裡面去做很多的連續劇啊 combo啊什麼的 那再來就是說它的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這個 它的女主角 喔 這個是女主角 他們還有幾個女主角 畫得非常漂亮 對 還不錯耶 它人物刻畫還蠻細膩的 很日系的那種很動漫的那種風格 完全打動我們台灣人的心 這個也是 好啦 你看通米哥都只圈女生啦 男生他都不放在眼裡啦對不對 你看馬上就看出來 他為什麼玩三國呢 因為女主角很漂亮 好 除了三國之外還有什麼東西 現在是我們俗稱的太空戰士 為什麼叫俗稱 太空戰士 對 這也當初不知道是哪一個天才翻譯的 所以你覺得這個名字是 當初不知道為什麼就取成這樣子 它的英文名字 Final Fantasy Final是最後 對 Fantasy是幻想的意思 是 都不知道這個 跟哪個太空有關係 哪個戰士有關係 好啦 我們就幻想 所以在太空嘛 沒有錯 這個已經出到第十二代 我這個人最喜歡玩的是PS2的時候 七八九代那時候 他是什麼 他什麼故事啊 他的遊戲為什麼 他每一個戲 每一集的故事都是不一樣的 他每 例如說七代他的是 他是 主角是克勞德 然後八代他的主角是利隆哈 九代他就會偏向比較中古式的 故事範圍 他每一集的故事不一樣的 那在十代 十代 我忘記了 反正他最好玩的是說 他都有一些 獨特的召喚獸功能 那是自由度非常高的遊戲 你不一定要把全部的東西打完 你才能破關 你可以打主線遊戲就可以破關 那他都同時做一個很淒美的愛情遊戲 愛情故事 愛情故事在裡面 男主角跟女主角 又是男主角女主角的問題 好 我都知道你大概喜歡哪一些了 那接下來咧還有什麼代表作 接下來是這個 除了最終幻想之外 這是什麼 二零古堡 二零古堡很好玩喔 他在國外的他的名字叫Racing the Evo 可是在日本他叫Biohacer 兩個名字是不一樣的 對啊 為什麼 那Biohacer這個翻譯也是很好玩 嗯 Biohacer我們叫生化危機 但是他這邊又翻成二零古堡 反正我不太清楚 那時候我們大概 台灣翻的都比較唯美 不是 因為一代的時候他的背景 是在一個古堡裡面 是 就莫名其妙就變成二零古堡 所以就變二零古堡了 對 然後大家就二零古堡 二零古堡 一二零古堡 二零古堡三 那這個 這個主角我記得沒錯 這應該是Leo 他是二代出來的主角 這是Eda 可是他到底有多好玩 他在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的時候 反正你只要玩 你就一定會被嚇到 你沒嚇到就表示說 要嘛就是你太大條 要嘛就是你沒有享受這個遊戲 為什麼會被嚇到 因為他裡面就是殭屍 殭屍狗 然後還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一些東西 那你後來你半夜晚一晚會 都一個一個動作衝出來 所以就衝出來 然後直接打你頭上 直接往你頭上抓這樣 他好幾個鏡頭都非常的經典 那很刺激耶 很刺激 然後他整個他的那個配畫 他的動畫 都是做得很黑暗的那種感覺 然後故事也很恐怖 而且他主角死狀都很慘 蛤 死狀都很慘喔 有一點這個血腥暴力的畫面 他不是一點點而已 他是非常的血腥暴力 還蠻血腥暴力的 很血腥暴力 連這個阿達哥都有點怕怕的 惡靈古堡後來我們也拍了四部電影 然後兩部卡通片 所以你可以大家看到 可以知道說這款是多麼大的電玩大作 好 所以說看完這個PS4的一個經典代表作之外 Tommy哥你先不要走喔 先站著喔 阿達哥來幫我們補充一下 今天就在今天 11月22號的時候 北美Xbox One乘勝追擊 他們也要上市了 而且他們也說 絕對不可以輸給Sony 怎麼可以輸給PS4呢 他們說出了 一百萬台算什麼 他們也可以達到 不過這一次 Xbox One到底有什麼賣給阿達哥 其實Xbox 他剛推出的時候 銷售沒有很好 一直到Xbox 360之後 有一點點起色 但是他真的大賣的主因是Connect 就是那個體感遊戲 所以他的Xbox One 這次主打就是第一個 網路跟家庭的生活 譬如說他本身內建一些網路的content 一些電影影片之類的 接下來就是他的體感部分 他的體感現在做得更精細 他甚至可以感測到你手腕的轉動 他最主要還是玩體感 他連那個指頭關節他都可以感測到 對 他是說最新進代的技術是這樣子 對 他最主要還是玩體感 但是因為體感的話 那個PS4這一次也有 所以我個人是覺得說 因為以微軟的那種思維 他還是有一點沒辦法跳脫 賣軟體公司的思維 你像說第一個 他玩連線遊戲要收月費 那第二個他的硬體規格又比較低 相對比較低 所以我個人是覺得說 然後第三個他本來 他本來那個連交換遊戲都禁止 真的喔 他剛剛推出 他剛剛那個發表會的時候說 他要鎖片子 後來有取消了不是 對 因為那個PS 就是說你那邊拍了一個廣告諷刺他 說我們PS4要交換遊戲 有多簡單呢 只要暫時交給人就好 就可以交換了 對 那差80萬不好的事 他說不行 你要先去微軟那邊登錄 登錄完另外一個也要登錄 然後兩個要媒合之後 然後那個官方同意你才能交換 那誰要理你 對 人家不玩 所以後來他看苗頭不對 完蛋了 趕快把這個東西取消 對 那我個人是覺得說 這次的話 微軟他們主打還是第一個 他們自己本身的大作 你像HELLO 還有那個戰爭機器 這次代 不過他一些獨佔的遊戲 我個人是覺得 都是屬於美式風格 好 講到遊戲對不對 遊戲我們來趕快請教一下 這古會級的玩家 就在我旁邊 蜂米哥 剛剛說到S-Bus 1 阿達哥好像不太看好 你覺得他的經典遊戲怎麼樣 其實他HELLO我玩的也很少 因為就像阿達剛剛講的 世關長耶 他太美式風格了 美式風格 他就是一個外星人 然後一個地球跟外星人的一個結合 然後一直戰鬥 他從第一代 第二代 第三代 第四代 他的整個故事都圍繞在那邊 那其實對於我來說 我本人比較不喜好這個遊戲 再來第一有沒美女 好 我知道 因為沒有美女 他都穿著盔甲都不好玩 都沒有臉 可是每個人都是士官長很厲害 每個人都盔甲 誰是誰都不認得 那個士官長沒有露臉過 沒有露過臉 所以並不是他不好玩 只是說 說不定士官長脫下來裡面是美女 那請他們後面要改進一下 要改進一下是不是 好 然後接下來咧 再下一個是什麼 再接下來它也是一個 Gear of War 戰爭機器喔 Xbox的經典遊戲通常都是 比較這種 對我來說比較硬的 他們的故事通常都是 一個程式怎麼樣 然後到了什麼樣 然後大家就拿兩把槍啊 就很好萊塢電影的那種感覺 就不會像那種日式的RPG 他是有點浪漫 帶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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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一點小故事的這種感覺 讓你去玩 那每戲都通常是比較 他好像有點世事化 然後可能就是 打一打打一打 也沒有一些這個情緒 可能外國會比較喜歡 但是我 就我自己來玩 我不是很喜歡他們這種遊戲 好 所以這兩款遊戲可見喔 這個Tommy都不是太喜歡 Tommy可以回座了 好像好像真的是 在遊戲的方面喔 他們的屬性有點落差 但如果來看看 主機的一些規格的話 又有什麼落差呢 來看到這個 PS4跟Xbox One 處理器都是八核型的 儲存空間都是五百局 好像都互相參考 的確在獨佔遊戲的部分 有點落差 不過來看到 PS4七款 可是Xbox One有十五款 價格的部分呢 Xbox One比較貴喔 499美元 PS4是399美元 上市日期的話 Xbox One也是比較慢一點點的 好阿達哥你剛剛看到了 獨佔遊戲明明就是 Xbox One比較多啊 為什麼 好像很多玩家 還是比較喜歡PS4 其實重點在於什麼 你知道 因為它的獨佔遊戲 並沒有那麼讓人家有供應 重點就是說 我喜歡玩的獨佔遊戲 Xbox 最好說 我不玩 我不會怎麼樣 但是PS4 但是這個七款 一定要玩 一定要玩 Final Phase怎麼可以不玩 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變成說 你在感受上的問題 然後接下來 硬體規格也有差 價格也有差 你像那個 做那套這什麼遊戲 希望想不想 那個 Battlefield嗎 Battlefield Battlefield 五代的那個製作人就說 他們要開發新遊戲的時候 他說 那個PS4可以做到1080p X80萬只能做到720p 就是因為 因為PS4規格比較高 是 X80比較不行 那你覺得說 Xbox One他說 100萬台不算什麼 我們也做得到 你覺得 續航力的部分 誰比較強 我個人覺得 看長久來說 我覺得Sony會比較 因為Sony這次真的痛改前非很多 是 怎麼說痛改前非 他這次還有跟很多遊戲公司 他在開發硬體的時候 是跟遊戲公司有配合 而且包含他 他現在優先中文化好幾個遊戲